印度的宗教节日是全球参与人数最多的宗教节日 据估计上一次大湖节时 有六千万人聚集在圣城阿拉赫巴德 并在恒河沐浴 这个节日称为恒哥萨迦 每年都要吸引约一百万人来到遥远的萨戈尔岛 他们认为这里是恒河入海的确切地点 据说只要按占星学者测定的精确时间 从这里下河沐浴就能洗掉一生的罪恶 在这个节日还有机会见到圣人 圣人不穿衣服 尽以灰烬折身 朝圣者排着长队耐心等待祈福 但并非所有印度节日都以恒河为中心 色彩缤纷的撒红节就会在印度各地举行 人们聚集在大街上庆祝 春天到来 狂欢者还会互相抛制颜色鲜艳的染料 彩色粉末是根据传统方法用药物复合而成的 比如说是印度碱或者一种叫空空的植物 抛制这些粉末可预防在季节交替时 异患的感冒和发烧 很多印度人最期待的节日是排灯节 即灯的节日 这个节日在每年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庆祝 这个时候举国上下家家户户都会精心打扮和装饰 印度各地对这个节日的具体理解不尽相同 但其核心主题都是光明战胜黑暗 善良战胜邪恶 夜晚降临时 人们就会点燃灯火 夜空中也会放起烟花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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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